米歇尔也成为了第二名确诊病例 NBA虽然宣布取消剩下的所有赛事 不过主席习佛表示 如果停赛只有30天到6周 还是可能打完本季赛事 预估季后赛在7月开打 就是这个摸麦的动作 让爵士队中锋Rudy Gobert成为众矢之地 影片目前全球疯传 网友更是批评Gobert太没有危机意识 引爆NBA危机 狗贝尔确诊消息不止导致NBA停赛 没想到还感染到自己的队友 后卫Donovan Mitchell经过检疫 也确诊新冠肺炎 经过一天的沉淀 狗贝尔在Instagram上 PO文向所有可能受到他影响的人道歉 并说在确诊后 他感到害怕焦虑以及尴尬 他也强调他受到很好的照顾 并谢谢大家的支持 而队友Mitchell也发文 感谢所有人的关心 并希望透过这次经验 教育大家要为自己 还有身边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NBA球星们纷纷在推特上发文 声援狗贝尔 并祝福他早日康复 虽然爵士队58名球员 教练团都已经接受检疫 不过过去10天 和爵士队交手的6支队伍 全员都得接受检疫 并自主隔离14天 不过现在有可能出现转机 NBA主席Silver表示 如果停赛时间只有30天到6周 那他不排除本季赛事 还是可以打完 预估季后赛在7月开打 让球迷们万分期待 好消息出现 记者孙玲林报道